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唱歌用什么方式来唱歌 有时候看这首歌曲的特性 这首歌曲的性质决定用某一种唱法更加适合 你比如说 我爱你中国 他用每声唱法就比较合适 那每声唱法呢声音要上下贯通 也就是说要纵着来唱 那有些歌呢横着来唱 民族唱法它就比较合适 你比如说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横着唱它就比较合适 如果你纵着唱 好一朵 有些人说这茉莉花好像不太优美 所以他横着唱 民族唱法就比较合适 那有些歌曲呢 通俗唱法就比较好听 你要抓到这首歌曲的特性 然后决定用什么方式来唱 来表达是最好的 你干脆的音乐 就是这首歌曲的音乐 现在就是这首歌曲的音乐 你做音乐 你做音乐